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在日本打工拿风 最近呢,很多粉丝来咨询我出国打工的一些东西 那我以前和大家说了,来日本打工 有的人适合,有的人不适合呢 我给大家看看啊,前两天一个粉丝加我好友 这个粉丝 大家看到吗,这个粉丝 办公室内管理的 这是管理层的一个人 他一年到手里的钱能赠20万人民币 直接过干蒙圈了,大家看看 一年20万,有点不轻 看吗,给我干蒙了 我说你一赠20万,你出国打工干嘛呀 你在那扯犊子呢 哎呀,我想去日本 那边食品安全 主要的喜欢这些东西 我说大哥呀,你可别给我扯了 本身你40多岁了 管理办公室的,咱说就和一个主任一样 一个月 两万多块钱,一年20来万 然后告诉我来日本打工 那个日本不好吗 然后他问我呢,日本不好吗 日本不好,为啥这么多人去呢 我说人家来日本打工 人家是来打工挣钱的 我告诉朋友们啊 我以前做视频说了 有的人适合来日本 有的人不适合来日本 大家应该知道 每个粉丝加了我好友之后 我都会问 你在国内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的老粉丝 你们如果看了这条视频 你们应该知道 你们加了我的好友之后来咨询我 我都会问你们 家是哪里的 在国内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为啥问你们在国内挣多少钱呢 看你们适不适合来日本打工 那你如果告诉我 风高在国内挣八九千 一万多 一万七八千 一万一一万二两万多 你来日本干嘛呀 你这种的就不适合你来日本 大家明白吧 你如果在国内挣个三千四千的 四千五千五千六千的 这种的来日本可以 你说八九千一万左右那种 甚至一万多两万的 你来日本 你可得了吧 我告诉大家 以后有这样的粉丝 你不要再来问我 就是如果你在国内挣的工资特别多 你不要再来为我来日本打工的一些东西 你再问我 我也不会说哈 有的粉丝我说呢 我不说 我说不适合你 他还觉得我这个人不好 哎我就问你 我就要出国 你为啥不说呢 大家知道吧 那我和你说了 有可能你来了日本不好 有可能你还会骂我呢 是不是 好了朋友们 我是在日本打工拿风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懂的 或者想了解的 可以在平台评论圈里边给我留言 或者私信给我们 下期见 拜拜